叶恩欧阳靖 是资深演员谈爱珍的女儿 她与日记老公婚后育有一子 却在去年结束短暂的婚姻 欧阳靖日前在个人社群平台透露 有许多朋友担心她无法走出情商 劝她再找个伴 她坦言算前夫在离婚后 过着日跟女友的生活 但自己听到爱情两个字 就像某些人听到蟑螂一样 马上捂住耳朵 脑袋也不敢想象任何画面 她认为爱情这件事 无关业力而是念力 心中越是恐惧什么 越是会招来不好的事 欧阳靖承认自己是个恋爱脑 更坦言在与前夫的相处过程中 受了很多委屈 不断的包容对方的情绪勒索 还有言语暴力 也认为自己走不出情商 是因为不想面对自己因愚笨 犯下了错误 因此暂时不会进入新的恋情 她更在留言区搞笑直呼 现在只想老天赐给她一个 经济自由的工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